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KITFIT減肥頻道 今集是來回答問題 我之前答應了大家 去inbox我的IG Sui Keto Coach 我會寄一份Case Study的方法給你們 我希望每一集可以回答三位朋友的問題 你們可以說你們在 身和飲食上遇到的什麼問題 告訴我 讓我盡量幫你們解決 因為每個人的體質都不同 所以在方法上填清楚一點 你的身高、體重、目標 各樣東西我就可以回答得更加 到位了 不過先說一聲不好意思 因為我都收了大家的問題 一段時間 但遲了去回答 因為最近實在忙於 去籌備我的新健身室 我要擴充 去搬去尖沙咀 實質地址保留神秘 但會很漂亮很漂亮 所以最近都比較忙 但忙忙忙 答應了一些事情一定要做 所以今集就回答大家的疑問 首先第一位 她叫做M 是一個香港的女孩 23歲 168cm 65kg 她就說她已經用盡方法去 去計算她的熱量 身和飲食 她已經在App 計算自己每一天 是吃少過她的TDEE 而那個比例 也是跟著 新童的比例 是有超過70% 是Fat Team 用那個Card Manager 讀得很盡 但為什麼她一直 是維持這個體重 一直都跌不下去呢 她也覺得自己 都很乖 不算於很嚴重 但也不會經常吃 令到她破痛的東西 好 那這個呢 我相信絕大部分原因 就是很多人 其實遠遠高估了自己的TDEE 是 沒錯 科學定律 一般呢 就是當你的消耗 等於吸收 體重不變 你只要吸收 是少於消耗 你一定會減重 既然她計算到 一路是自己吃少了 為什麼都減不到重呢 就是她高估了這個TDEE 這個是很多人面對的問題 不是喔 我讀InBody 那部很準 完整的機器 讀出來的 機器 貴機器 她讀到你 不代表你是這樣的 那如果你跟著她吃那麼多的話 就有機會出錯啦 我也都教過大家 真正計算最準確的TDEE方法呢 就是 因為你永遠計不到 你自己消耗多少熱量 那些都是猜 但是你一定可以計到 你吃多少的 譬如我一天是吃19雞蛋 就是800卡的啦 你連續一星期是吃多少熱量的 當然不是要你吃10塊雞蛋 你真的計算你吃多少 譬如我每一天都是吃15卡 我就保持我的體重50kg 那15卡呢 就是你的TDEE了 當然啦 現在這裡那7天 你做多了運動 消耗也都可能會有變化 你也都那幾天不要做運動 對了 就是這樣 那為什麼我的TDEE這麼低低 那部機股呢 原來呢 人去減肥 基本上我們注意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熱量赤脂啦 計算很簡單 第二個是更加多人面對的問題 就是你計算搞不定 就是你身體代謝問題 你幻想一下 你身體就是一個工廠 去幫你消耗啊 運作那些工人啦 有機器啦 那些呢 就是你身體的荷爾蒙 你的器官 對了 如果你的工廠的廠長呢 是有病 工廠完全不懂得打理 你的機器呢 都關掉了 就等於你的荷爾蒙已經出現問題了 你又怎麼會有效率的幫你消耗到吸熱量呢 那這些就是你的代謝問題啦 為什麼這麼多人透過新同飲食 得到很好的改善 原因就是改善了我們的代謝問題 而最主要呢 就是出現了在胰島素阻礦這一樣東西 如果一個人呢 他有胰島素阻礦呢 他會很容易 你吃什麼都累積做脂肪 你做運動呢 亦都很難幫你消脂 所以你是很容易覺得肚餓 而且你是很難去消脂的 這個就是代謝問題啦 那希望在這裡回答你啦 我發現我剛才坐得太近了 我的頭很大 好了 那第二個呢 可以叫她Koe啦 她是一個女生來的 39歲 150cm 她說自己比較矮 她的體重就是45.8kg 好 有些人可能很重 覺得她很輕 但因為她覺得自己身高也不高 想再輕一點 她的體脂是26%的 她已經保持著做運動了 她很想減到43kg 她呢 新同了 到現在已經是三四個月了 那她說頭兩世紀呢 的體重其實已經落到45.6kg 體脂呢 也都減了2% 但之後呢 就不停徘徊 那她也是上班大飯 下班家都是吃菜魚肉 很Keto 就是很全天然的食物 甚至乎呢 大部份時間都是168kg 現在不是很肥 但她想再減 因為呢 她原來生了兩個小孩 生完之後變成110磅 她說很想減到95磅 就不足了 可以有什麼方法呢 好 這個時候呢 首先第一 很多時候女生會覺得自己不夠瘦 每個人的手尾觀都不一樣 那她也有提及體脂 這個很重要 其實呢 我自己就 因為我做健身 我個人也有50kg 我163cm 也有110磅 那我就會比較喜歡有腺條尾 沒有任何飲食方法 可以取代健身去增加肌肉 增加肌肉呢 你個人就會比較實淨 就算你是比較重 但你的身層代謝好 就有腺條尾 看起來就會好看 這樣 練一些屁股啊 肩膀啊這些位置 那當然啦 葛花入腳銀 我也有很多學生 她真的很想追求瘦 譬如我要上鏡的 上鏡會很容易肥的 那她想再瘦一點的 可以 那就照樣跟她計數吧 那這個情況下呢 我們T筒可以幫到手 還有配合168都可以幫到手 既然你都新疼了一段時間 身體會很適應 用你體內的能源 就是脂肪作而繞 那只要你保持著 在入童的狀態呢 我建議你量血統吧 你是不需要吃很高的脂肪 適當的脂肪就夠 讓你身體燒你自己的內脂 另外呢 亦都鼓勵你 去再做長一點的短食 例如就是 一日一頓 將你的進食時間 去到一日一個小時 這樣令到身體 有多一點的時間 進入燒脂模式 那這個也是一個絕招來的 亦都可以令到你 會更加精益求精 那當然啦 最好就是配合健身 重訓 帶養運動 就會令你更加達到你的目標了 好 第三位朋友仔 她也是一個香港的太太 她結婚了 沒有小朋友 她35歲 和老公一向都是模範夫婦 她們不煮的 永遠都是出街買東西吃的 她就說 那我可不可以 新童飲食呢 是可以的 因為現在呢 香港其實多了很多 新童餐廳 你都可以買到很多 不過 你會很小心 因為很多 或者新童餐廳 想賺你的錢 但是呢 不知道那些 她說 我試過有些學生 真的 廚師說明沒有加糖 誰不知道她用那支 根本是 豉油 外面那支 你敢記生抽 那支生抽就很多糖 她真的不懂 那些真的為了賺錢 你死人 那大家要好小心 那如果你選了 真的適合我推薦的新童餐廳 其實是可以的 那或者有些新童健省的食物 你也可以買來吃 都可以的 是的 那你 最好就自己再算 一個比例 譬如很簡單 就算那間不是新童餐廳 你買個切雞回來 你買 一些灑菜回來 你買魚生回來 這些沒有死的 沒有問題的 然後你再買一些新童適合的調味料 即是鹽 胡椒 那些 你就可以新童飲食 但是 我最後 都是會很鼓勵你去煮食 那我 都有很多學生 曾經都是這樣 完全不想煮食 最後是愛上了 我通常第一步 不會逼你 煮狗大鬼 因為有些人以為 新童的食物是不是很難煮 這麼刁鑽 是你自己看的 很誇張的食譜 我反而鼓勵你們 不要吃那麼多烘焙 麵包 吃天然的食物就可以了 煮一棵菜有多難呢 煮 蒸條魚 都複雜了 煮個雞腿 你不用炎燒 你就這樣 拿肥牛 打火鍋都可以吧 打火鍋 對 這些不會不懂的 你所有的 都放進去煲湯 二個借火 還有 我會極度鼓勵你們買個氣炸鍋 都是人真的 爭取時間 好味方便 快捷 有益必備 現在一千塊錢 上網賣 有牌子 都可以 又快 你不要以為 聽它的名字是炸菜 其實它是快速焗爐 所以你什麼肉 放進去 我有很多食譜 其實都是放進去按鈕 你就可以搞定了 非常之方便 還有 她有問我 她想做健身 有沒有想和蛋白粉推介 首先第一 吃蛋白粉 就不代表你健康 做健身 就不代表你會吃蛋白粉 蛋白粉也是鋪田 而生肚 都不需要吃很多蛋白質 所以有肚子 很多人可能誤解了 市面上是有 蛋白粉 但是很多都是 始終有些化學的成分 所以就不多建議了 建議你 不如吃一隻蛋 加上我們通常減肥的女生 你都不要 盡量不要喝這些東西 盡量是 吃肉 吃吞拿魚 吃雞扒 這樣盡量 好了 答完三位朋友的問題 大家如果都有疑問的話 記得 inbox我的IG Sui Keto Coach 我會發一份訊號給你們 我便會認真回答你們的問題 希望你們喜歡我的Youtube 又或者你不問的話 都可以在其他朋友身上學到東西 下一集再見 拜拜 2 1 2 1 2 2 1 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